你找不到嫂子跟我有啥关系啊 以前找不到我嫂子是因为没房子 现在有房子啊 那你自己找就关系嘛关系 我妹已经跟我们买房子了 我妹来就是我的 我妈来就是我的 我给你好几套了 你愿意找啥你找啥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不负责呢 好歹是员工 拿白袋骨包能吃啊 员工啊 来个毒包呢 你昨天买房子啊 没说我哥妈 还没写他名 我写我妈的名 不是买了吗 买了 定了定了个那个啥公寓房 不过他是七房公寓房 我哥给我干两年以上 这个房子就自动过呼的给他 过呼成他的名字 干不过两年不给他 不好好干也不给他 你妈还得给你哥 他给我哥 我也告诉我妈了 你给他不要紧 你得经过我同意啊 我也没说这房不是他 他过干两年之后 那不就是他的吗 公寓房不好啊 好不好吧 现在有个房 娶娶媳妇才说 那房子本来就给他买的 只是我没写他的名字 是因为 我没写他的名字 是因为 你说他给他买完房 他不好好给你干 多难 多难受 我他说自己 为他不干呢 打不得 打打不过 骂骂 骂不了 骂他 相当于骂我妈妈 我打得好好干 年年 年 夏年放给他 亏钱的 我给你买个兜里面 跟兜里面 选自己找个男朋友 关键是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嗯 没有男朋友从前而进啊 有钱说话硬起 所以说老姐这社会行 这有点像粉耗子 是不是 嗯 我也是灶楼的 此灶楼非彼灶楼 这个灶楼是 我们住的那个灶楼 不是牡丹园 那个灶楼啊 你老公怕你吗 你怕我吗 你爱我 你怕了吗 别在嘚 嘚嘚啥呢 臭 看了没有老天 他有家庭暴力 不仅打孩子 而且他还要抽我 你们能想象到 我生活在什么水生活 当中吗 你能想到吗 哇 这个好长 你看这边 直播会上瘾吗 直播会不会上瘾 我不知道 反正是吃东西会上瘾 我每天都想着我寻思着我应该是有病 暴食症 暴食症 有点凉呀 赚钱会上瘾吗 我不值得 我一个人也得点两百块钱外卖 拿过来